SCP-407 The Zone of Genesis 創始之歌 SUM等級 Neutralize 特殊出動措施 出貨時 SCP-407 被收入在一盤小型四代中 目前 SCP-407 被備份為一份數位音訊檔 存放於 不得在任何情況下播放SCP-407 除非用於經過O5 许可的實驗 對SCP-407的實驗需在完全隔音的環境中進行 所有的工具和物體都必須經過敘述花粉 真菌包子 植物種子和微生物的殺菌處理 以最大程度的抑制SCP-407的負面影響 描述 SCP-407 是一首疑似無伴奏合唱的未知語言歌曲 暫時認為歌聲為原聲 錄得SCP-407的磁帶 磁軌約長30分鐘 但是突兀的結尾暗時可能歌曲尚未結束 所有聽到磁歌者均以令人寬慰、輝煌壯麗 以及美妙絕人之類的詞語對其進行描述 當播放SCP-407 時 深影響範圍內的細胞會猛烈增殖 此種影響在細胞層面上生效 而且不需要對象具有聽覺 最初這種變化似乎只能影響多細胞生物 但是隨後不久便會開始使單細胞生物進行有私分裂 所有多細胞生物在受到影響後第一分鐘內 健康狀態都會去更加良好 營養不良、疤痕、身體損傷、慢性病或其他病症 都在受SCP-407 影響的一分鐘之內有所好轉 可以治癒的病症還包括阿斯海默症、赫隆氏症、腦部和脊髓損傷 以及普通的致命傳染病或傷口 有趣的是癌症似乎不會受到影響 儘管對象的身體狀況也會極大程度地改善 當受影響後第二至三分鐘 對象開始發生不必要且無限制的細胞增殖 其表現為迅速發展的增皮層增生物 這些增生物大部分是良性腫瘤、疾鈣質和脂肪的成績 雖然有時會導致疼痛和畸形 但是不會有生命危險 受影響後四分鐘 細菌和真菌開始增殖 使所有受影響的生命都陷入不斷增長的危險之中 即使它們處在新的更加健康的狀態下 在大多數案例中呼吸道和酸化道問題迅速出現 並且隨時時間嚴重惡化 經過五分鐘後 SCP-407在不同試驗中造成了不同的影響 在素我案例中 微量的植物或真菌 以及任何動物生命形式 都開始失控地以不同速度成長和自我複製 經常會形成新生物 完整的結果取決於不同測試 以及測試中播放SCP-4070的物件 附錄407-01 SCP-407在 的 教授家中被發現 其人前不久剛剛從巴西北部亞馬遜地區的研究中返回 當 時特工初次察覺了此潛在的SCP 附錄407-02 在SCP-407的第二次試驗中 最終得到的黴菌似乎是某種重操處徵菌 這種黴菌被發現與SCP-507中出現的黴菌相似 為擔心重蹈507的復撤 僅限使用SCP-407錄音的前20分鐘進行試驗 附錄407-03 以下是SCP-407的一份測試記錄案例 完整的研究和實驗記錄 參見實驗記錄407 測試記錄案例 測試2 SCP-407播放了28分32秒 室內 一名第一級人員 未經滅菌處理 0分25秒 對象報告說陶醉於音樂中 而且感覺更加強壯和精力充沛 0分45秒 雀斑和傷疤開始消失 2分20秒 對象的身體似乎長高了1英尺 肌肉組織有明顯增長 3分40秒 對象報告了腸部疼痛 4分20秒 對象開始嘔吐 嘔吐物中有植物生長 並且開始在鋪有滋潤的地板上扎根 4分50秒 對象皮膚上開始出現疹擇和增生物 5分30秒 皮膚嚴重損毀 對象開始劇烈喘息 喜求幫助 報告了嚴重的疼痛 6分10秒 對象倒在地板上停止活動 6分45秒 對象的身體迅速被疑似真菌感染物覆蓋 觀察到植物從對象的嘴裡之後是眼眶中長出 7分30秒 此時對象已經被黴菌和植物枝芽覆蓋而不可辨認 一顆香蕉樹從對象內臟破體而出 並且在數秒內成熟 8分45秒 植物和菌落開始擴散到整個測試房間內 疑似苔藓和野草的東西覆蓋了地板 9分30秒 出現了樹芽、金幹、灌木叢甚至是小樹 香蕉樹不再可併認 樹木生長得更加濃密 並且被樹葉和菌落完全覆蓋 10分30秒 空氣中花粉和包子濃度極高 觀察測試房間十分困難 11分30秒 聽到室內有運動聲 觀察到了一些不同的小型昆蟲狀生物 這些生物似乎是由植物構成 17分30秒 在6分鐘內 觀察到動植物迅速生長、成熟、殺死 並吞噬其他生物 隨後也被其他生物吃掉 生物的體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 19分0秒 觀察到了體型中等的哺乳類動物 他們是類人生物 並且與初始對象有相似處 21分0秒 巨大的真菌金幹從一個哺乳動物身上長出 金幹末端爆開 並分出了白色包子 22分0秒 植物仍然茂盛生長 但是一切都開始被一層黴菌覆蓋 只是動物在被黴菌覆蓋之前 就開始因為未知原因慢慢死去 23分0秒 部類動物是最後倒下的 他們嚴重腐壞 並且被同樣的黴菌覆蓋著 身體不斷的收縮、膨脹 像是在呼吸 金幹飛快地從屍體上長出 噴發出包子 然後同樣迅速地腐爛 28分32秒 磁帶結束 黴菌出現後室內沒有發生變化 對測試室進行了嚴格的生物滅絕清洗 提取了黴菌的樣本 建附錄407-01 407-02 測試而結束 附錄407-04 SCP-407被現在據基因會所知的相關組織 蛇之手從系統中移除 所有已知的SCP-407的備份也被刪除 參見事故報告X-23 安保突破事故X-23 在 基因會19號站點由於以蛇之手之名為基因會所知的所知的行動而發生生生物突破事件 19號站點生物突破 認為19號站點的突破是由 被基因會稱為LS的人所造成的兩次藏心闖入事件中的第二次 此人因為先前的一次安保突破事故負責 並且協助盜取了SCP-268 儘管 從監視攝影中偶然發現了SCP-268與此次滲透有關 入侵者LS似乎只是簡單地走進了賽斯9 此次入侵的目的似乎是使用SCP-914 此結論是根據入侵者打斷了 博士的日常測試而推測得出 博士似乎被 成為了此次入侵中的唯一人員傷亡 SCP-407似乎在此事件後 被從基因會的系統中刪除 所以只能推測與此次涉及的個人有關 資料被完全摧毀 還是可能落入了此強盜組織之手 目前不得而知 在SCP-914的房間裡發現了一張簡短的印刷便條 這張便條是基因會目前掌握的 關於造成此次事故組織的僅有資訊 見文件X2301 文件X2301 尊敬的基金會的先生們 躲藏在武器和協議之後 絕望地束縛著不肯贏之物 你們自己已經被你們製造的可憐的恐懼 和愚昧之容困住了 你們覺得你們是在暗夜中守護著無知者的牧羊人 但是在令人困惑的傲慢之下 你們已經因懷疑和恐懼而動搖了 你們毫無意義地妄圖把太陽囚禁在天上 以及推遲每天會到來的夜晚 你們把前來傳達的天使 所在三個柱子和四道高牆之後 你們在行走和會見之時 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盲目嗎 在那終結之日 你們讓我們以科學來阻止黑蘇爾特本人 對抗他純潔的淨化之火 並且把我們打入腐敗的死早之中嗎 我並非要求你們停止行動 但是你們要以心智來行動 人們既不應該被黑暗誘惑 也不該被暗夜遮住雙眼 而是應該堅定地行走在黃昏之中 把目光投向所有的領域 勢足行走在熊熊燃燒的世界中 你們會發現身上你們所不知曉的傷疤消失了 我為你們留下最後一真理 花園是毒蛇之地 在涼爽的夜風中走來的恐懼 和秩序之神一直是訪客 不要對那些隱藏在光明中的邪惡視而不見 也不要忽視黑暗中芳香甜美的蒼白之花正在盛放 真誠的LS 備註 你們會感謝我刪除了那個被稱為407的蚊顏 以上就是SCP-407 簡單來說 SCP-407這首歌能讓所有聽到的生物 細胞快速增長 並且產生新的生物 說這個SCP主要是想要補完上次講的 蛇之手和LS的故事 最後順便來講一下 Confine門這個動畫系列 這個系列的主角是因為 有著不死之生的人形SCP Connor 被迫在SCP精英會接受各種測試的故事 目前一共出了5集 第6集的預告也在最近放出 而SCP-407便是第2集的主要SCP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雖然我覺得會看我的影片的人應該都看過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什麼SCP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